亲爱的弟兄弟们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祢让我们聆听祢的话语 并且知道 祢透过先知 马拉基所要对我们所说的 求助 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耳朵 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是5月10号 今天的经段是 马拉基书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万君之夜话说 这日那日临近 是如烧鞘的 火如狂傲的 和行恶的 必如碎铠 在那日必被烧尽 根本之条一无存留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 如圈里的回毒 你们必践踏 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如灰尘 在你们脚掌之下 这是万君之夜话说的 你们当纪念 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我在和列山 为以色列众人 所吩咐他的律法 典章 看啊 夜话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拆遣先知 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经段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隐喻 而这个隐喻 其实正彰显在福音书当中 当主耶稣问他的学生说 人们都说 人们都称我是什么的时候 有学生就说 人家都称你为先知 甚至称你为义役啊 那接着耶稣才转而问 这一群学生说 那么你们称我是谁 你们认我 认识我是谁呢 这个以利亚 其实就从 马拉基先知的这一段话 特别是最后一节的 这一节 第三节 最后的这一 第五节的地方 所展现出来 第五节其实 刚刚好 就是先知马拉基 再说 当上帝的审判未到之前 以利亚要先到 以色列百姓当中 他的来会 劝告并且让 调整彼此之间 特别是父亲跟儿女之间的 这所有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是上帝的话 透过马拉基先知 在告诉我们的信息 他要告诉我们说 当上帝采取行动了 那么 你们就知道 那一天 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一天 当上帝采取行动 邪恶的人 必无法存留 所以那些邪恶的 狂傲的 他们就好像那些草堆一样 到草堆一样 他们到时间到了 他们就被烧尽 连一点点都 没有办法存留 而这些 当那时候 这些敬畏上帝的人呢 敬畏上帝的人 会有公义的日头 照着他们 就好像 日光一样 照着他们 而这个光 有医治的能力 有医治的能力 因此 透过这医治的能力 上帝的百姓 将会在那里 践踏 恶人 并且 在上帝所定的日子 上帝的百姓 将会 在 将这些 恶的事情 恶的人 好像灰烬一样 踏在脚底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是上帝 预告 祂的日子 将要来临的时候 上帝要让 那些敬畏祂的人 真正 得到平凡 不只得到平凡 祂还得到拯救 跟医治的能力 祂可以得到 这光明 并且 祂拥有力量 跟喜乐 而祂所到之地 将会得到 上帝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在上帝之日 还没有来临之前 我们都该 谨慎以待 而要紧的是 身为上帝儿女的人 该怎样 预备自己 要紧的不是 要听从 别人的声音 并且彰显在 这四人的眼前 要紧的是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上帝的 并且知道 敬畏 当纯敬畏祂的心 其实这样就够了 因为上帝 必把我们 记在祂的生命册里 求上帝的祝福 就与我们同行 让我们知道 透过 先知马拉基 所要告诉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就求主 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深知 我们是如此 有限 有罪的人 求主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祝福临在 让我们在 你的话语当中 存活 并且学习 怎样 来面对 知道 谨慎 以待 因为我们深信 上帝 祢掌权的日子 即将来临 求上帝的 帮助我们 真的 在我们的生命中 知道 怎样 敬畏祢 求主 与我们同在 祷告 奉告 主耶稣基督 阿们 主耶稣基督